哲哲哲... 蹲蹲蹲... 蹲蹲...... 蹲蹲 ог 各位你好 那,今天呢,一樣來跟各位介紹的是 好久沒有講的... Bistar World 這個系列了 那...當然 太多太多的人在我的... 粉絲專頁裡面呢也在私訊我告訴我說 呃...好久沒有介紹 Bistar World 他們好像很喜歡這個系列 然後就一定愛給我歹點愛介紹 那我今天就為各位介紹Beast World吧 那真的啦 說真的也好久沒有介紹了 那今天要介紹的角色呢 就是各位今天要看到這一款 1996年的Beast World系列第一季的 Inferno 地獄火這個角色 那當然台灣就翻譯叫紅魔鬼 或是螞蟻 紅螞蟻 當然他在劇中他就是個螞蟻 然後呢這款角色呢 他在劇中他是Potacom的一個成員 就是反派 略奪獸的成員 然後呢他有繼承到 G1時候的這個 Inferno這個角色的一個特質 就是他非常的忠心耿耿 他在一開始被恐龍王激活之後呢 就一直把恐龍王視為是他的一個王啊 這樣子 公主皇后這樣子在侍奉 那這個玩具呢本身 你要我說他好玩嘛 其實也就還好 因為畢竟Beast World系列的玩具 各位就不能夠用現在玩具的思維去看他 你要用當年Beast World那種動物系列的玩具來去看 OK 那賣垃圾了 那各位 進看一下 我們Detail一下細節 這款玩具呢當然他 算是比較少見第一季裡面有 有根竹原作的一個造型 大概有七成像了 各位看一下可以看一下他的卡通 大概有七成相似了 那造型呢也非常的漂亮 又高挑 算是 這個Protocom第一季系列裡面算排名第二高的一個角色 升高 當然我們不要拿劇中的一個大小來比對啦 因為他絕對比不起來的 那頭雕呢也非常的帥氣 就很兇這樣子 嘴巴是這樣 這樣子 施壓裂嘴的嘴 然後呢 身上就是使用了非常大量的一個透明零件 各位可以看到 然後透明零件的品質坦白說還蠻好的 不差 那我等一下會跟各位細細的講 就透明零件跟紅色零件的一個焦點 那 這個是作為一個 他在螞蟻形態的時候的一個嘴巴 但是在機器人形態就是一個他的手拿武器 當然這個武器呢你可以選擇不要拿 掛回去也可以選擇讓他掛在手上 當然隨便你 你懷疑的好 那 可動性方面呢 頭呢雖然這邊是一個球型關節 不過他這個球關節開得很莫名其妙 所以他的 臉呢有點像是有點被這個螞蟻頭給擋住 所以呢其實可動性來說沒有這麼的高 幾乎是轉不動啦 因為被他兩個熬這樣子也稍微擋到了 然後呢手這邊是一個球型關節 可以前後左右 365度完全沒問題 可是橫向在平局的話呢 這邊因為他關節做得很淺 所以沒辦法做到一個 太開的平局 大概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手呢這邊也是一個球型關節可以旋轉 然後呢可以橫向摺區 像這樣子90度沒有問題 然後旋轉 You can see me You can see me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呢手腕這邊就沒有一個旋轉關節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好 那腰呢因為變形結構的關節 所以他是有腰轉的 好像站的 有腰轉 那腿這邊呢是一個球型關節 可以前後踢腿完全沒問題 左右分開 開得很開 這是可以加許的 可是他這邊 手就沒有像這隻做得這麼解出來 可以這樣開開的 那這裡也是球型關節可以摺區 90度沒有問題 然後橫向也可以旋轉 那一樣腳趾頭 腳腕這邊沒有一個關節 所以他沒辦法做到一個摺區 像這樣子 OK 那小機關方面呢 屁股這邊 這一個 這一個螞蟻的屁股這邊呢 他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之後呢 他是可以作為一個飛行道具來使用 也可以 反正就是一個飛行道具 然後給各位看 這邊打開之後呢 有一個 三個卡點 記得不要硬掰 這三個卡點 一掰下去可能就拔掉了 然後呢 他們第一季這邊 一樣會有一個感熱貼紙 一個PODCOM的感熱貼紙 不過他 現在天氣的關係 比較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把它弄出來 各位就看看就好了 然後屁股有像這樣子的一個 類似PODCOM的設計 這是一個噴射口 然後按這個按鈕之後呢 後面這個地方會像這樣旋轉 這還蠻酷的啦 這個設計 還會旋轉 像是他飛行的時候 那種感覺 OK 收起來 像這樣子 轉回來 然後屁股呢 在不使用的時候就像這樣包覆 裡面有一些很漂亮的 各位看一下一個很漂亮的一個 細節刻畫 然後呢 搭配他一個金屬的銀色塗裝 會把這邊做一個圖顯 感覺就很華麗這樣子 OK 那當然 玩具呢 本身一定有搭載一定的變形結構 今天鏡頭怎麼都不太好控制 那我們就不囉嗦 我們直接把它進入它的變形結構吧 那首先呢 我說過這個東西呢 在你不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像這樣把它塞回去它的 胸口這邊 作為一個 螞蟻的嘴巴 你要先把這一根 督進去 這個地方先把它收起來 這一根先把它收進去 然後呢把整隻給它收起來 像這樣子收起來 那當然 作為一個螞蟻的一個型態呢 這個東西塞進去呢 其實對它的造型來說 也不會有太突兀的感覺 當然看你怎麼覺得啦 我個人是覺得還OK 因為畢竟 1996年的設計 真的沒辦法對它 給它太高的那個 苛責了 OK 那我們就進入變形結構吧 那變形之前呢 先跟各位稍微 講一下必須注意的重點 這一隻 紅螞蟻呢 它最長到現在 容易損壞掉的地方 就是脖子這邊 它脖子這個地方 所以你在變形的時候呢 它其他地方都不需要注意 就是特別要注意 這一隻的脖子 脖子這邊這個零件 各位看一下 它裡面呢 是使用一個 等一下 欸幹 對不了膠欸 等一下喔 OK 它這一隻的這個地方呢 使用的是一個球型關節 可是這個球型關節呢 它在安裝這個頭部的地方的時候 它只是 呃 這個頭嘛 分成前後兩個零件 它的那個球型關節的軸 剛好是放在後面這一片 所以它其實是有半片是裸露出來的 等一下是頭是這樣子嘛 兩片組合 齁 填透組合 然後這一根軸其實只做到這一邊 然後後面這邊組合的時候 這邊是只有一個 靠這個面來支撐這個球型關節而已 所以 變成你在組合 這邊的時候很容易會斷掉 齁 所以各位知道一下 這一隻呢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 變形的時候頭部一定要特別小心 齁 這個人物的頭部 OK 那不囉嗦我們直接進入變形結構吧 首先呢 各位看到這邊裡面有兩個卡尺 齁 齁在變形的時候呢 你必須先把這個卡尺給放開 齁 放開之後呢這邊有一個凹槽嘛 就會從這個卡尺這邊離開 頭就可以稍微收一下 齁那在變形的時候呢 你一定頭要很小心的收 齁 這邊跟這裡要先 宣傳好 齁 齁 頭部呢絕對不要去擋到 被這個地方扣到齁 齁 像這樣把它變起來 齁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的把它收回來這裡 齁 等一下齁 齁 齁 像這樣收過來 齁 頭部就會收到收納在這個裡面 齁也就不會斷掉了 齁 這邊就會變形起來 然後把蓋子蓋起來 齁 齁 記得 頭部這裡 在變形的時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你看這邊齁 等一下讓各位看一下 齁 齁 OK 剛剛對了半天對不到膠齁 齁 這邊 這個地方呢就我說的 它只有一個半邊的一個零件在固定 所以你要小心這邊絕對絕對要 很小心 不然它會斷掉 斷掉你這隻就落賽了 這隻現在外面真的很貴 非常的貴 齁 齁 你把頭收好之後呢 會變成像這個樣子嘛對不對齁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只要把它的 手的這個地方 向前轉 然後這裡把它翻起來 它原本這邊這個地方 黑黑的地方是藏在這邊嘛 我們把它翻出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手把它翻起來之後呢 旋轉 這裡把它翻出來 就會變成螞蟻的前半隻了 然後 藏在腰邊這兩個地方呢 我們把它翻出來 這會變成螞蟻的中間的角 然後接下來呢 把 跨部這塊地方 左右分開 分開之後呢 這邊把它打開 把它收到這個地方 然後 接下來呢 把這一塊屁股的地方 給它塞過來 讓它變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 把 這個膝蓋把它彎曲 這一個黑黑的地方呢 把它從這個 膝蓋這地方把它翻出來 等一下 這邊把它翻出來 摺區翻出來 然後 你知道這邊 這個東西呢 在作為一個 機器人型態的時候呢 它是變成機器人 的一個槍 武器的那個彈射的子彈 那 當然你也不會那麼給小 把它拿出來彈射吧 因為它不見了 這隻就落賽了 OK 那 大致上呢 變形之後稍微整理一下 這一隻 螞蟻 紅螞蟻就變形完成了 Inferno就是像各位看到的這個樣子 那當然 是有像螞蟻了啦 各位直接看 它非常的還原一隻螞蟻的造型 大小呢 就這樣子 等一下 把鏡頭調一下 各位看一下 它這個大小就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非常的大隻 大概用現在的玩具等級來說呢 差不多就是一個V級玩具的大小 變起來就是一個V級玩具的大小 然後變形難度大概就是 D級 那一樣喔 前面這個地方 一樣我們可以把它 熬的地方 控制這個地方 這一塊 是可以把它熬 從這裡伸出來 然後呢 它可以控制到嘴巴可以打開 裡面還有一個小熬 這個上面這個綠綠的零件 它可以控制到嘴巴 一個小小的小口氣 然後可以把這個大口氣打開 算是它給的一個還蠻不錯的連動結構 那整體細節呢 也非常的漂亮 然後又還原它動畫裡面的造型 真的是 我再次強調 這一個家伙呢 真的是少 非常極少第一季喔 的 這個Pubble King角色裡面 比較還原的 第一季 比較還原的 這隻真的是不錯 不過呢 缺點還是 頭這邊啊 你因為它沒有固定的卡點 所以很容易像這樣會掉下來 然後這個地方又很脆弱 所以在把握的時候真的要很小心 OK 那就像這樣子啦 那如果你對這隻玩具有興趣呢 一樣自己上網去尋找 那這邊跟各位講一下 這一隻呢 因為我有複數 所以呢 我在拍完這段影片之後 這一隻 這一隻應該是美版 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是買到美版 然後我還有一隻日版 那我會選擇把它 把這一隻 無盒子的沒有盒子的 我會把它放到我的賣場上面去賣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就自己到我的賣場去逛看看 好不好 那這邊跟各位再強調一下 基本上啦 我的賣場呢 在管理的人並不是我 所以請你不要試圖去跟管理的人聊天 因為他不懂你在講什麼 因為 那個算是我委託 人家幫我雇的賣場 其實那並不是我 只是我偶爾會上去回聞而已 如果你發現賣場裡面回得動你的 那就是我 那如果今天不回你的呢 那就表示那也不是我 所以就不用浪費時間跟賣場的人聊天了 好不好 那當然你要聊天的話呢 就是一律對著我 對我這一個YouTube的帳號 或是我的粉絲專頁 那都是我本人 那當然賣場 一定不是 所以你不用去賣場 跟賣場的賣家聊天 好不好 這邊因為賣家有在 覺得這地方很困惑 他覺得說 有時候你們問的問題 他都其實不太知道 他必須還要再透過我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 馬上即時的回答你 然後你們很熱心 很開心的在跟他聊天的時候呢 他一句都聽不懂 所以請你們不要試圖去跟他聊天了 OK 那今天這幾家玩具 就介紹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呢 就幫我點個讚 那如果覺得 到聽到後面還是講的 你照的那些介紹 他小孩子聽不懂的話呢 那就幫我點個這樣子吧 其實都沒有關係 你開心就好 好不好 OK那 對於這隻玩具呢 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都可以下面幫我留言 我都會回覆你 在這邊留言就好 我都一定會回覆你 那幹話就免了 好不好 那當然 有時候我回覆的口氣啦 可能不是很多人喜歡 因為畢竟我就是一個很直覺性 你問什麼 我就回你什麼 很直覺性的東西 如果這種風格 你沒辦法接受的話 真的就next 一樣 我常常講的 你如果看不慣我的影片 或是風格的話 就直接next 連看都不要看 那如果覺得這樣的東西 你能夠接受的話呢 就幫我點個追蹤訂閱 那我介紹的東西 就是像這樣子 有時候就是這種 比較老的一種變形玩具 那會有少量的可動玩具 跟電子玩具 當然是看我心情想要發什麼 我就會放什麼 那當然有時候呢 如果我想到 我有同樣的東西 複數的話呢 我就把它當作福利品 或是我玩過 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玩的東西 我就會把它賣掉 當然是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玩 搞不好你覺得很有趣也不一定 有興趣都可以去看一看 OK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那其他 等後面看 那如果你們還有在想看 其他支的Beast World的話呢 我們在排時間 來 介紹 那當然最近 也是很多人在講 好久沒有投票了 其實你們投票那麼不樂中 我放半個投票 也只是在洗自己的臉 對不對 那真的是熱臉貼你們的冷屁股 所以啦 你們真的有想要看投票 我再來發啦 好不好 OK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See you